跨时代战书 我们的场外助力团的机会 优先积五分者 就可以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现在答题开始 狗狗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非常常见的宠物 很多人都有一只 非常可爱的狗狗 作为宠物陪在我们的身边 那么请问一下 你知道狗狗不能吃以下的 哪种蔬菜吗 A 洋葱 B 南瓜 C 卷心菜 三 二 一 好 这种题很简单 快跑 快跑 加油 郭老师加油 加油 夏琳 加油 郭老师加油 加油 不愧是我们的冠军 就是有经验 不愧是我们的冠军 不愧是我们的冠军 就是有经验 夏琳 头部都湿了 夏琳 我们的赛道是不是很有难度 我感觉太激妒了 夏琳要加油 好了 那这样的 郭祥是第一位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A 洋葱 洋葱 对 那洋葱这个A的选项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恭喜国家答对了 好厉害 下一题 文学题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唐代诗人呀 有这个诗圣杜甫 诗仙李白 你知道被人送称诗魔的是谁呢 A 白军毅 B 王为 C 刘雨昕 倒计时 三 二 一 跑起来 夏琳 跑起来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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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郭祥老师加油 郭祥很厉害呀 郭祥很厉害呀 郭祥还有组件去接别人呢 你看看 那诗魔是谁呢 诗魔我选A 白G E 白G E 白G E 是吗 答案正不正确呢 恭喜白G E 也恭喜你 恭喜白G E 也恭喜你 恭喜白G E 也恭喜你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下一题是一道图片题 请看大屏幕 看图猜成语 根据图片打一个成语 给大家三秒钟时间 好了 倒计时开始 三 二 一 飞飞吧 快一点 飞起来了 伟龙飞着 直接飞过来了 快快快 伟龙 第一个到达了终点 你的答案是 灯红酒绿 灯红酒绿 对 那到底是不是灯红酒绿呢 恭喜你伟龙答对了 恭喜 刚才这一场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们三个 感觉是海陆空 我们的伟龙呢 是飞过来的 然后我们下铃是钻过来的 我第一次看到 直接能够从那个地方飞过来 不知道以为是在 玩那个空中飞人 好吧 下面一道题 是一道常识题 海洋是地球上面 最广阔的水体的总称 海洋的面积占 地球表面面积的71% 那么 请问海水是什么颜色的 三 二 一 这到底简单头这么快点 投降又是很快 哦 哇 鬼罗翻力了 哇 最后的一下一个冲刺 对 尾龙太厉害了 尾龙那你的答案是 海水什么颜色的 哦 我的答案是五色 那到底是不是 没有颜色的呢 对不对呢 恭喜尾龙 五色 啊 啊 一 五色 二 二